大家好 我是黃智賢 今天真的很高興又幫大家邀請到 我最尊敬的台大政治系榮譽教授張林禎 張老師 張老師好 好 大家好 我想請教老師 加拿大駐華大使館他們有個微博帳號 在10月31日他就PO了一個非常噁心的 他說一個多世紀以來 加拿大的原住民兒童被從家中帶走 送入技術學校 今天我們認識到這種同化政策是錯誤的 造成了巨大傷害 在社會中沒有立足之地 這一段已經有很多是謊話 下面更多謊話來 他說本著鼓勵他人 不要重蹈加拿大覆车的精神 我們呼籲中國要停止 強迫藏族兒童進入技術學校的做法 藏族兒童應該能夠自由地 接受自己的歷史跟語言 信奉自己的宗教 熱愛自己的文化 老師這個10月31日 11月1日又來一個 連續貼了兩次 那第一段他的謊話就是說 他沒有講強迫 他只是說被從家裡帶去送入技術學校 然後他沒話 然後第二個 我們是最近在那個技術學校裡面 找到大量的兒童的屍體 那表示小孩在裡面是被殺的 他也不停 第三個 這個也不只是同化政策 這是文化滅絕 種族滅絕 因為北美的原住民被殺的差不多了 那第二段呢 更噁心的是 在新疆或西藏 或者其他有少數民族的地方 地廣人氣的地方 因為我有去看過 老師也去過新疆 也去過西藏 當地很多家長把小孩子送到技術學校 是因為家裡離學校很遠 接送沒有辦法 或者是父母要打工 當地政府對於少數民族 是吃喝拉撒稅學費 從幼兒園到高中都是免費的 考試加分的 學校上課是雙語的 所以沒有強迫 沒有種族滅絕 沒有文化滅絕 可是老師 他就可以這樣子做認知作戰 我覺得不足為奇啦 跟著美國呢 都是顛倒是非黑白 但是我覺得 以前他們如果顛倒是非黑白的話 大多數的人會不覺得 覺得他們講的都是對的 今天呢 我覺得美國人講話 加拿大人講話 到底他們的可信度有多少 其實啊 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因為現在的傳播的力量太大了 我們每個人都有支手機 總有人會把所看到的遮下來 然後傳到網路上去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呢 現在美國人想要一手遮天 來推行他的這些謊言 這個扭曲黑白的 顛倒黑白的價值觀呢 大概就是沒有多少人會相信 如果有很多人會相信的話 今天就是美西方 就不會變成少數 今天美國和西方 你給他打包捆起來一算 就是40來出頭的國家 那廣大的大概都是站在 美西方的對立面的 那現在不僅僅是 這些國家發現 就是美國人做的實在是 用中國人的話講了 倒行逆施 難道擬倉了 所以看不慣的人太多 包括他後院的 應該在美國的壓力下 受到美國淫威這個脅迫的 你看波利維亞第一個跳出來 跟以色列斷交了 然後智利 哥倫比亞也都大使館了 都側管了 老師為什麼中南美洲的 國家這麼有 因為他們看得最輕嘛 他們跟美國最近了嘛 他們深受著美國 這種殖民的壓榨 剝削 是幾百年了 在以前拉丁美洲的 政治非常的不穩 就是美國那隻手在裡頭搞 所以在那個拉丁美洲政變是家常便飯 所以拉丁美洲 其實對美國的感受 是最有切夫之痛的 那現在不僅僅說是拉丁美洲了 現在經過這個烏克蘭的戰爭 經過以巴的衝突 以哈的衝突 我們看得更清楚 不僅是第三世界人看得很清楚 你看所有的伊斯蘭國家 四十幾個 他們都是編身的 因為美國人打壓伊斯蘭這個宗教 欺壓巴勒散人 所以他們天生必然是跟美國站在對立面的 不是這一次了 從以色列建國以來 1948年建國以來到現在 這些阿拉伯國家 除非是屈服於美國的淫威 否則沒有哪個是那麼喜歡美國的 因為美國就是跟他們有文明衝突 這個文明衝突是沒辦法化解的 那麼再加上你看其他開發中國家 以前是都是西方說了算 不是英國法國西班牙這些 就是美國這幾個國家說了算 但是現在有另外一個國家站出來 就是中國人以這個儒家文化來處理天下的事物 處理國際關係 基本上他是希望促進天下大同的 他是眾生平等的 他對所有的宗教都是包容的 孔老夫子說他是進鬼神而遠之 所以中國人的崇拜是祖先崇拜 是我們感恩我們的祖先 一代一代把我們傳下來 一代一代把我們的文化 還有各種方面的物質 經濟 各方面給我們建設起來 我們感恩我們的祖先 所以中國人的信仰可以說是一種祖先崇拜 所以你不能忘了祭祖 你不能忘本 所以中國人是跟他們不一樣的 中國人的這種願景 他對國際社會的一種秩序的一種想法 而且他最近這個20年來快速發展所建立起來的成績 可以讓整個的全球南方的世界 看到一個新的選擇 一個新的處事的一種做法 所以他們對於美國和昂薩這個集團 西方集團的那一套東西 我覺得是不會再上當了 所以儘管美國今天醜化中國 用這個新疆的問題 西藏的問題 他們會無中生有嗎 哪有什麼血汗棉花的事情 沒有 全世界的伊斯蘭國家 全部都支持中國在新疆的做法 對咯 你想就知道 如果是伊斯蘭的這些信仰者 他們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壓榨剝削打壓的話 伊斯蘭世界不起來聲援他們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叫他們聲援的是中國政府 對啊 好不好 像老師說 打壓伊斯蘭教的以色列 美國 他是無中生有去對中國破分 所以我才說 現在的傳播事業發達了 不是一個人顛倒黑白就可以真的把 讚的說成是惡的 白的說成是黑的 我覺得真相大家終究是會明瞭 也許當下他不是不勝寥寥 但是假以時日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要詆毀中國大陸 他的所作所為 我覺得這些做法只是白費工了 而且他們自己殖民時代的劣跡斑斑 在各個相關國家的原住民 他們都有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不管是這個美國的印第安人 或者是加拿大的土著 或者是澳洲的土著 他們的那些人都很清楚 他們是怎麼被迫害的 所以不是你這樣講說 我假裝懺悔 我一百年前做的不對 兩百年前做的不對 我現在改過自新了 可是你看中國現在在做的不對 他在布我們的後塵鬼話 不會有人相信的 而且我們中國人就是深圳不怕隱邪 我們自己在處理國內事務 處理國際事務 盡量都是秉持著良善的一個用意出發 而且希望就是己政人政 就是把大家的事看作自己的事 中國人一直就說 我要先天下之優而優 後天下之樂而樂 所以我建設好了 我也希望幫忙你們能夠建設好 我發達了 我也希望你們也發達 這些事情都看在這些國家的眼裡頭 所以你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鐵桿的 當然不能算盟友了 算朋友 因為他沒有接盟 非洲的很多大國 還有像亞洲的也有很多國家 都跟中國的關係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所以我覺得世人會搞清楚 誰說的是真的 誰做的是好的 他們會跟隨誰 我覺得他們心裡有一把尺